我是白痴 時代子 是個智慧 嚷嚷的膽小鬼 站在原地不敢前進 也不捨的退 初到三十二年首度公彈開唱 藝人陶晶瑩就讓歌迷大飽而福 開唱還找女兒現身幫忙暖場 陶晶瑩這次終於登台 內心很激動 因為演唱會受疫情影響 延了兩次 很多粉絲告訴我說 她的票放到那個字都模糊了 還有人說她的票不見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主辦單位都不讓你們退票 唱歌還不忘發揮主持功力 陶晶瑩感謝歌迷相挺 找來的嘉賓也很令人驚豔 找來音樂才女許哲沛 黃韵玲和魏如萱 不少經典歌勾起歌迷回憶 連消失螢光幕半年多的 藝人納豆也和女友一起現身 觀眾席支持 天空不要為我的眼淚 像我這樣 也沒有什麼不對 陶晶瑩公蛋用歌聲溫暖歌迷 還全場說學鬥唱 感性又不失幽默 再說三天新聞網程偉自身起疑 台北報導